干锅土豆片怎么做才好吃呢?其实方法很简单,树上粘的土豆切成薄薄的厚片洗去淀粉 下锅煎至两面微黄,五花肉炒出油汁,下葱蒜干辣椒,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,倒入土豆片 加生抽,蚝油,葱段,大火翻炒均匀,最后撒上白芝麻即可